我是羊羊 那这边的话又让大家久等了 那这边的话是 这次是第五支的 影片 那这次的话我们测验题目是 他有喜欢我吗 他有喜欢我吗 那这次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也是限定于 单恋的对象 那这个问题的话当然也是 不用限定于说是一心恋 还是同心恋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不管是一心恋也好 还是同心恋也好 都可以做这个题目哦 那至于如果说是 关于复合的话 就是在我们下支的影片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可以请大家 再等等羊羊就是很快 又会再把这个影片做上传了 好 那他又喜欢我吗 那心里默念想着这个问题 那我们从 左边开始是 第一张牌第一组 那这的话是 屈臣氏的绿色的稀有面子 然后第二组的话是这这 橘色的屈臣氏稀有面子 第三组最右边的 是这个粉红色的版本 好 那心里就是默念 我们这次题目的问题 我心里想着他 或是我喜欢的那个他 他有喜欢我吗 那当然这个问题的话 也会针对于说 就像是 你同性之间 那你可能并不知道说 你喜欢或是你所在意的那个人 他是否就是 是一心恋也好 还是同性恋也好 可能你对他的性向 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当然这个题目的话 也是非常的适合 就是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这边的话也希望说 如果说一直来都是单恋 就是在努力单恋朋友的话 也希望说 你们透过这个题目 或是说透过这个 这次的测验之后 会对你 会让你在于爱情之中 你会有比较多的想法 或是说在之后的相处上 你会有更多的方向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从 最左边绿色的 稀有面子做开始啰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让我们来开始看 第一组的朋友 就是选择绿色的稀有面子 好 首先我们看第一组的朋友的话 这组的朋友 就是在排面上看起来 有可能你们是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刚认识 却又一拍即合的朋友 那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 对方对你的感觉的话 是这一张 圣杯适者 以及他的下一步 是迎者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他遥望着 看着 看不到的远方 那在排面上的话 我们只可以看到说 一个具有千年智慧的海龟 以及具有智慧的赢者 也是遥望着远方 而身旁却是充满着伙伴关系 或者是光明的阳光 笼罩着他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对方对你的话 有可能是好朋友的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 就是这两张牌 其实都有一个夜晚的特性 而唯一具有月亮的牌的话 是具有月亮特性的牌的话 只是看到就是在赢者的 那一张的牌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说他目前是单身 找你的话 其实有可能 你是他感情上一个短暂的出口 而他自己却另有其他的想法 那么有没有把你当成 恋爱的对象呢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下方的三张的建议牌 那这边可以看到说是这三张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下面的牌子 我们会建议你说 你和对方的话 可以继续往朋友的方面去发展 或者说让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 那希望说你不要再把对方 成为你唯一的恋爱的目标 或者是说一个恋爱的可能性 不然有可能的话 最后会变成说一个浪费时间 或者说你的心情 或者心灵上会受伤 那可能就是有点 会出现一蹶不振的状况 那可以看到说 就是在左边的这一张沙漏 沙漏就是希望说 你不要再继续等下去 而右边的这一张 则是代表的像是欲望控制 那其实这两张都是逆位 所以其实也就意味着说 其实与其伤害的 等待着自己得不到的真心 那不如就是 好好的就是跳脱这种束缚 好好的和对方 发展成一个好朋友的关系 或许会来得更好 那如果说你碰到的是 对方利用在你的肉体上的关系的话 也会希望说你可以暂时的抽离 就是不要再陷下去了 所以说希望选择第一组排组的朋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对方对你的感觉的话 我们就像是一个圣杯的试者 那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子 他手上把玩着那个圣杯 那这样的话就是 当然也并不一定说 对方对你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状态 而或者是说 他可能就是还没有办法 太快的下决定 或者是说 他会更希望说 好好的去探索一下 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那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在下面的这三章的建议排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一个逆位的沙漏 以及一个逆位的欲望 所以说这边会希望说 当然就是 如果说你 我们都希望说 在一个爱情或是一个关系里面 我们都会希望说 我们所付出的 都可以得到我们所应有 或是我们想要拥有 就是对方给予我们的回报 那这边的话 在牌组上面会建议 建议你说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是恋爱牌 他会希望说 你们之间可以用 相互依附的方式 可以好好的去 让你可以好好的去 看清楚说 彼此之间到底适合 什么样的关系 究竟与这个人 是适合是做好朋友 还是应该要说 一个比较亲密的 自由 或者是说 你们会适合恋爱 那会希望说呢 你可以好好的 透过去跳楼 跳出你们现在 目前的这一段 关系 然后去看清楚 去思考说 到底这个人 他适不适合 因为其实他自己 本身也是在这么 思考着 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但也不会希望说 你跟这个人去相处 去发展 或是说 去付出的话 我们还会得到 就是可能 并不是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那既然对方 也都是在 衡量我们 在 考量我们 在打算着我们 那不如就是 好好的也去 思考 去探索 或者是去 摸索 去想清楚 你们之间 到底是适合 什么样的关系 好 那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第一组的 排组的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组排组啰 好 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组排组的朋友 是选择这个 的西游面子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选择这组排组的朋友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 对方或许 是已经 有和你提过 他自己的想法 或是说 你们之间 已经有认识一段时间 但是又很契合的 自信的好朋友吧 或许 或是有可能说 对方目前 对你的感觉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 保健8 以及他的下一步的话 是 权杖4 可以看到是这两张 好 那我们刚刚说 其实这两张都是正位 所以在排组上 可以感觉出来说 对方或许现在 正在想办法 厘清 或是说 在解决目前的困境 但或许 但或许 有时候 他又会被自己的死脑筋 或是说 自己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去 理解说 自己的这份感觉 他好像 他想去思考 去理解 但是他比较没有办法说 把自己从一个 思想的框框 给跳脱出来 不过 对方是会想 再和你继续下去 但是听到这里 也希望说 在选这种牌 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哦 因为我们先来看看一下 就是下面 这些牌组的建议吧 我们看到说 就是下面建议的部分 以及未来相处状况的话 如果说你们是 同在个生活圈的话 我们会看到说 在未来的你们 会比较没有机会 或是说 共同生活圈 会比较少有联系 那或者是说 会因为彼此的生活中 比较忙碌啦 或者是说 某些人的关系 而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 会开始 出现比较停滞的情况 那么 排面上 可以显示 排面上的话 显示的建议是 你们应该以朋友 或者是伙伴的方式 待在对方身边 如果说 比较没有办法 再往前下一步关系的话 也希望说 你不要想太多 好好的用方法 保持着这段关系 才是比较好哦 而我们的话 可以继续选择 努力下去的话 或许会有机会 可以开花结果 因为其实我们 可以看到说 其实对方下部的话 是出现一个权杖式 那在那个下方的话 出现建议的排扛 因为就说 你是值得等待的 所以就表示说 其实 在一个现在状况的话 对方是属于保健吧 我们看到说 在一个保健吧上面的话 其实他背后 他虽然像是 被一个绳子给绑住 但是在一个绳子的背后 其实握着一把保健 也就是说 在保健可能就是代表着 他心理的思想 或是说 他自己也在犹豫着 自己是不是要打算 要用这把保健 去把一个 这个束缚他的一个绳索 把它去解开来 所以说 其实他目前状况 就是他还正在考虑 正在衡量 正在去思考 那其实他自己本身 是会希望说 可以往下一步 就是说 因为毕竟是出现一个权杖式 他出现 权杖式这边意思的话 其实也是代表着说 会希望说 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更加的稳固 更加的一个 就是 就是有一个很稳固的基础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那在 你们之后的发展的状况的话 就会出现 就是一个像这张 一个很多的家具 以及这一张 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的 有点嘲讽意味的牌 那当然 我们不能单单 以牌面上的方式去解读 而是应该以整体的方式 去做一个分析 所以说 杨杨会认为说 就是你们目前 虽然对方会 想要就是跟你之间 有个更稳固的关系 或者是说一个 更有机会发展 那其实因为 在未来的你们 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较停滞的情况 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 而导致你们之间关系 继续停 导致停滞 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再 更加的火热 或是更加的融洽 那会希望说 你可以好好地 待在对方身边 可以继续保持着 一种关心 或是说 维持你们现在 原本应有的步调 你们现在 目前的相处的模式 继续保持下去 或许说 就是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就有可能 会有机会 可以开花 结果 好 那这边的话 也有一段 就是在自于 青青的鸟 它这边的一段话 我觉得 杨杨也认为说 是蛮适合 就是在 这组牌卡的朋友 那 就是当你 必须不断地往前 也要记得 你可以偶尔停下来 让你的灵魂跟上 然后又可以 微笑 前进了 所以这边会希望说 就是 就算我们往前 或是停 停滞 都可以 好好地 跟自己的灵魂沟通 那就是用 不论遇到 什么样的困境 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用 微笑 好好地去 鼓舞自己 让我们可以继续 有勇气 可以下去 好 那这边的话 就是选择第二组 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选择最 最后一组 牌组的朋友吧 从这边 牌组上 大家可以看出 就是杨阳在猜测说 可能会有 这三种的情况 那当然就是 希望说 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 就是可以参考看看 那首先第一种情况是 有可能你们是 网路上 认识的 那第二种情况是 有可能你们是 曾经一起在 工作的关系上 所认识的 那第三组的情况 就是 有可能是 你们接近 就是将近 快要交往 但是又 因为一些 现实的因素 却又导致说 突然又没有了结果 而对方有突然 失联的 就是曾经有突然 失联情况的发生 那如果说 刚好选择 这组牌组的朋友 你符合以上 这三种情况的话 那就让我们继续 往下看下去 究竟是 为什么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 这边看到说 就是有 前臂七 以及就是他身旁的 权杖三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他对你的感觉 或许是已经 临近了凋零的状态 或者是说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 往下走的情况 而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在权杖三 他握着阴阳伦理的物品 而遥望着远方 却又不行动 你们之间的联系的状况 经由时间的推进 会开始越来越少 或者是 会有一种 越来越表层 或是有时候会开始 不知道说 该讲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那有可能你们之间 有远距离 或者是说 少聚在一起的情况 那如果说 也刚好符合的话 我们看到说 下方牌组的建议 会希望说 你让自己的心 自由 我们看到说 牌组的建议是 希望你可以放下控制 不要再一直 就是探听 或者是说 不断地去查看 对方的 网络社交动态 或者是说 你们之间 共同好友的一个 讯息的状态 或者是说 一个社交的平台 那也希望说 你可以多让自己 到户外走一走 或者是说 和其他的朋友聚一聚 那当然会这么说 是希望说 你可以放下 你对于他的 关系上的渴望 或是说 一个关系上的控制 让你自己的心 自由 重新爱上你自己 找回自己生命中的 重要的心 重要的感觉 应该把 你的重心 或是说 你的注意力 放在你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 对方对外 目前的感觉 其实它是属于 在一个前壁期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状况 有可能是说 你是否就是曾经 已经有让他察觉到 或是说 你已经有被他拒绝过 就是他对你 你对他的告白 因而导 或是说 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隐藏 可能就是 或许 有可能 他对你告白过 但是你可能拒绝他 或是说 你没有给他一个 很明确的答复 那当然因为这边 情况有很多 因为这是一个 基底独派 或是一个 大众占卜的情况 所以说 羊羊可能 就尽量在这边 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说出来 那希望说 如果说你刚好 选择这一组 然后也符合 就是刚刚羊羊 所讲的这种情况 因为 羊羊到目前为止 好像也说出了 大概有五到六种的 可能性 那这边再重塑 就是 第一个 有可能是你们是 网络认识 那第二个是 可能你们曾经 因为工作上关系而认识 那第三个 有可能是 你们接近 快要交往 但是 又突然 又没有了结果 那第四种 就是有可能 对方对你告白过 然后就是 或是说 对方对你告白过 然后或是 有可能你拒绝过他 或是说 你没有给他一个 明确的答复 因而导致让他 就是开始会 有点失落 或者是说 他不敢让你 察觉到他自己 痛苦的心情 那另外一种 有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 有可能就是 你喜欢上他 或是他喜欢你 然后就是你们 彼此之间 又不敢去面对 这份感情 然后又突然 就是冷淡掉 然后又重新 又热落 或是说又突然又 冷淡掉 然后就是 没有再 再继续 就是热落下去 之类的 等等这种情况 那其实对方 下一步的话 其实他刚才在思考说 他究竟该怎么办 那其实这个怎么办 并不是说 看盘面上看起来 有可能就像是 对方其实在思考 要放下这段关系 而不是想继续 往下走 或是说他有可能 想要到 如果说你们是原本 在同一个城市居住 那也是有可能 他想到其他的地方 想离开他原本 你们所一起 共同生活圈的环境 想要到一个 更遥远的地方 或是说到 其他的环境去 让自己去重新开始 那这环境并不是指 不一定是指一个城市 或是有可能是 你们之间的距离 那如果说 你们是工作上认识的话 那有可能他要 利用转职的方式 或是一个出口 然后让自己去脱离 就是你们目前 这一段关系 那其实这边 可以看到说 当然排卡上面的话 会建议说 其实你们应该 就是暂时 可以脱离一下 这一段关系 那至于说 对方他有没有在乎你 其实可以看出来说 对方是 有在乎你的 那可是因为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就是虽然对方 有在乎你 但是他却 开始在思考 或是说 他想要去行动 想要去解除 去结束 你们目前这一段关系 所以说会 在排卡上面 下方的三张建议的话 其实会希望说 就是选择这组 排组的朋友 你可以好好的 就是让你自己心自由 就是不要再去想着 这个人 不要再去 对你们过往的事情 或是你们对于 过往的情怀 就是过往的回忆 去没办法放下 会希望说 你可以好好的去 往外走一走 把生活重心 或是把 可以好好的去 让自己的思想 去做一个解放 去做一个 让自己自由 会希望说 你不要再太过于 执着 那这一段话 就是有一段话 就是阿信的 一半人生 的这段话 我的一半人生 飘荡 就像之风筝 如果命运是风 什么 又是我的神 所以说 会希望说 选择这组 排组的朋友 希望说 你们可以 试着 走出 自己 现在目前的 困顿 或者是困境 好好的 让自己的心 可以获得 自由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最后一组 排组的朋友 就到这边 咯 好 那羊羊这边的话 再 做一个 最后的 总结 那首先我们看到 第一组的朋友 我们看到 就是在 拉曼天使卡 给第一组 排组的件 就是相互 依附 那其实就是 可以看到说 就是选择第一组 排组的朋友 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说 会希望说 你跟对方 可以继续保持 一个朋友的关系 然后继续的 慢慢的发展下去 或许这个方法 会是比较好的 那选择第二组 排组的朋友 我们看到 拉曼天使卡 上面写的是说 值得等待 那当然或许 对方 会希望说 你们可以透过 更多的精力 或者是说 一个更多的相处 或者是说 经历一个 更多的风波 或许会更有机会 说让你们的关系 或是说 你们之间的机会 会有一个更加深刻 更加就是 有更多的更多的 一个关系上面的 嗯 一个连结 那或许就是 像是我们常常 比如说我们 就像是我们认识 很久的朋友 跟一个刚认识的新朋友 我们当然就是 用这种方式去判断 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 去做一个理解的话 就像是我们对一个很久 认识很久的朋友 我们当然会对他 有比较更多的耐心 或者是说 会有更多的信任 会那种不自觉的 去影响着自己 就像是 所以 这边是 选择第二组排组的朋友 会希望说 你跟对方的话 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希望说 可以再有 跟对方有制造 就是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 淬炼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选择第三组排组的朋友 我们看到 浪漫天使卡说的 让自己自由 所以会希望说 选择这组排组的朋友 希望说你暂时 可以先放下 目前这段关系 好好的去 看看你自己的生活 好好的重新调整 自己的步调 就是 好好的去看看这个世界 或许 眼前这个人 可能 一直总是让你失望了 或者说 总是没办法给你 想要 你想要的 一个感觉 或是说 你想要的回复 那不如 就是好好的 让自己的心自由 好好去看看这个世界 或许在未来 或者是说 在现在 其实已经有 更适合你的 你的人 即将出现 或是已经出现在 你的身边 会希望说 那当然 这也不一定是说 那个人已经出现 但也是 最主要是说 希望你可以好好看看 你自己身边周遭的人事物 好好的停下来 看看自己身旁的风景 或许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 被隐藏自己 或者是说 另外一个 更有可能性的自己 好 那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 咯 谢谢 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